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 通过黄河需要多长时间 第83集团军谋旅周桥分队给出了答案 在近日这个部队开展的演练中 仅用35分钟就将黄河天嵌变通途 演练开始 黄河两岸的树路门桥驶向预定地域 在各自门桥掌的指挥下 一节节门桥顺利到达桥轴线 两岸门桥不断向核中心延伸 随着最后一节闭塞门桥引入桥轴线 指挥员不断调整门桥的角度距离 最终一条长达345米 载重50吨的浮桥架设完成 在这次演练中 每节门桥的作业手缩减了三分之一 但驾通浮桥仅用了35分钟 我们探索检原浮桥架设方法 将以往的门桥单元 从11人减为7人 极大地提升了门桥掌 气艇手 矛击手 协同配合能力 大大提高了部队随行渡河 工程保障能力 近日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清远舰 在南海某海域展开石射鱼雷训练 通过构设实战背景 魔力舰艇对前搜索 对前攻击的能力 接到通报 清远舰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快速向相关海域机动 反潜部门加强目标搜索 声纳兵仔细辨别 每一个回声信号 快速缩小搜索区域 根据现场态势 剑齿随即下达目标指示 各号手密切协同 完成鱼雷攻击准备 准备发射 准备发射 数分钟后 鱼雷成功命中目标潜艇 此次训练通过构设实战背景 设置邻居导条环节 必用海区复杂的水温环境 充分发挥现役 反潜装备作战性能 有效提高的部队 实战背景条件下 遂行反潜作战的能力 远程伞降渗透 是特种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的 重要手段 近日第77集团军某特战旅 在青藏高原 完成高原伞降训练 西北某机场 数百名特战队员 正在为跳伞做着最后的准备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这样的高原训练还是首次 高原地区空气稀薄 气温低 加上运输机飞行速度更快 投放空域更高 无疑增加了跳伞的危险系数 跳伞指令发出 特战队员依次跃出机舱 在空中绽放出多多散化 避免引导员时刻关注 伞降队员的位置和空中姿态 引导特战队员安全着陆在 预定伞降地域 在开伞的瞬间 我明显地感觉到了 开伞的冲击力更加强烈 再加上空中的风速 风向 变化更快 相比以往 对降落伞的操纵难度 增加了不少 虽然这次训练的时间比较短 但我的收获却非常的多 通过连续多日的跳伞训练 这个旅探索总结 固定翼运输机跳伞的经验方法 采集高原跳伞训练数据 千余条 为部队随行远程伞 将渗透作战任务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近几年的散将训练中 瞄准远程渗透 快速投送等作战样式 不断创新训练方法 积累高原跳伞经验 培养出了一大批 数字过硬的散将骨干队伍 部队训练效益 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新疆军区白哈巴边防连 驻守在我国西北的阿尔泰山南路 有着西北第一哨的美誉 随着大雪即将封山 官兵们也将从哨所撤离 撤离之前 他们要对房区一线 进行青山青边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官兵们一起 踏上了巡逻路 每年夏季 阿尔泰山南路青草肥美 附近的牧民会把牛羊赶到这里 白哈巴边防连的官兵 也会在这时 进驻三号积极性上所 守护边境牧民的安全 一直待到十月份 牧民转场离开后再撤离 咱们下来之后分成两波次人 有礼貌余带着 咱们把这个今天执行用的马给备好 下来之后咱们按照分工 咱们组织展开 眼下 牧民已经撤离 官兵们要在离开前 对防区一线进行最后的地毯式清查 今天带队的巡逻队长 是在边防驻守了12年的吕文强 刚出发没多久 他就发现了一个紧急情况 从这个树的这个山谷前上来看 应该是近期这个才倒的 咱们这个把这个铁丝网 然后押塌了 这道铁丝网紧挨着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戒合 缺口不大不小 正好能容一个人通过 这个发现让官兵们都紧张了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就是木没撤离以后 人员非常少 所以不能盘出的就是 咱们一些违法人员 几度越境 阿尔泰山一带自然资源丰富 很多非法底边人员受利益的驱使 在这里进行盗猎走私 仔细寻查后 官兵们并没有发现人的足迹 画素加上一皮森树 是因为这个自然 自然 自然风的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 修复铁丝网 把这个树给锯掉 巡逻官兵将倒下的树干锯断 并对沿线受损铁丝网进行重新搭设 除了大风暴雪等自然灾害 这里的野生动物也会时常破坏铁丝网 即使检查修复和加固 对于确保边境安全尤为重要 好了没有 好了 简单装备 什么事 深秋的白哈巴金黄一片流光溢彩 然而眉井背后却暗藏危机 你看这是什么 脚印 脚印 我看一下 因为人气罕至 密林中生活着很多棕熊野狼等凶猛的野生动物 就在这时 吕文强在河边发现了棕熊的脚印 当我们距离熊或者这个攻击性比较大的野生动物之后 这个马就会交道不安 就会容易受惊 你看这个熊 这个熊脚印应该是 刚留下没多久 没多久也就是 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早晨 留下的吧 不出所料 吕文强真的在不远处发现了棕熊的身影 棕熊的位置 距离巡逻官兵只有一到两公里左右 一旦攻击官兵 后果不堪设想 让这个熊看到我们 然后熊又可能会害怕 然后他就会往山上跑 然后又这个熊 这样就会离开我们的这个 巡逻路嘛 走走走 跑了跑了跑了 熊跑了上山了 迎着夕阳 官兵们完成了大雪封山前的巡逻轻边任务 安全转场回到连队 随着冬季的到来 他们将踏上更加危险的边防巡逻路 近日 火箭军谋导弹旅在西北陌生地域百兵布阵 在极限条件下展开一场 实兵实弹发射演练 官兵经受重重考验 成功发射多枚导弹 深秋的戈壁滩上飞沙走时 部队刚刚结束一轮火力突击 还没来得及补充调整 指挥所便接到一连串特勤 五栋二架 向发射阵地开进时 道路首轨 部队迅速变换道路 采取迂回穿插方式前进 我们首次来到这种陌生地域 既要适应条件艰苦 环境陌生本带来变化 又要随时准备处置 遇到的各类突发情况 这种高强度 多变数 联系训练的极限训练 极大的讨厌着我们的战场适应能力 和应急应变能力 二三号阵地 周敌化学武器袭击 迅速组出处置 防化分队立即展开全面洗消 同时各号手对车辆进行隐蔽伪装 并穿戴防护服对装备进行测试 在规定时间内起数导弹 顺利实施点火 三 二 一 点火 此次实弹发射演练 蓝军部队全程不间断袭扰破坏 多个显难刻目连贯实施 我们采取模拟演练与实弹检验结合 导丢考评与部队演练联动的方式 在体系对抗 士兵对抗 复杂条件对抗中 有效垂电提升 新型武器装备驾驭能力 确保任何时候 任何条件下 都能完成作战任务